最近各地地震频传 闹得是人心惶惶 法国先知诺查丹玛斯 他在469年前就写下的语言 在2024第一天就在日本应验了 这就是日本石川县能登地区发生的7.6级强震 大家好 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 我是宁静 除了诺查丹玛斯 还有很多知名语言家 也预言了2024年将会有很多地震爆发 甚至是灾难性大地震 比如美国知名灵媒朱迪海文利 他在2023年12月13日发布的《2024预测》中就警告过 洛杉矶 旧金山 墨西哥 阿拉斯加 日本和西西兰 会发生5.8级及以上地震 爱尔兰著名占星年舰 老摩尔年舰 也预测了2024年将出现一场改变世界的大地震 而法国先知诺查丹玛斯早在400多年前就预言 2024年会有两场大天灾 第一场天灾便是地震 地点在日本沿海 大地震将会引发海啸 摧毁房屋 造成许多人丧生 阿南德在2023年9月10日的节目中也警告过大家 2024年初也有可能有地震发生 大家都需要非常小心 而巴西预言家朱瑟里诺在他的2024年1月的预测中 恰好也预测到了日本1月份将有强地震 1月9日 日本新系县佐渡岛附近海域发生6.0级地震 此前发生7.6级地震的石川县能登地区震度为4级 此次6级地震后 佐渡附近再发生多次余震 9日 日本气象厅通报 当地时间晚间5059分 新系县佐渡岛附近海域 也就是北纬37.9度 东京137.8度 发生规模6.0级地震 地震深度为10千米 陆地观测到的最大震度为5弱 出现在新系县中越地区 新系县上越 新系县下越 左渡石川县能登地区震度为4级 此次地震发生后 当地时间晚间6009分 左渡附近再发生3.9级地震 晚间6045分 石川县能登地区发生3.0级地震 晚间6055分 7010分 左渡附近又发生4.4级 3.9级地震 无独有偶的是 同一天 也就是1月9日 菲律宾 萨兰加尼附近海域也爆发6.7级地震 稍早前1月1日 日本石川县能登地区发生了7.6级强震 截至1月9日上午9时 县内罹难人数达到180人 这场强震引起全球关注 日本国土地理院在震后透过地球观测卫星大地2号观察发现 能登半岛附近沿海海底 有大片隆起成为陆地 面积至少240公顷 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据日本国土地理院研究人员分析卫星观测数据 发现能登半岛的石川县从株洲市 伦岛市到志赫丁一带的沿岸海底露出水面 总长度约85公里 其中伦岛市接越湾一带海底隆起约4公尺 海岸线也朝海中推进约200公尺 株洲市长桥丁的渔岗处海底也上升到海面上 导致设置在该处的海啸观测计失去了效用 研究人员在分析航空摄影图片 发现光是株洲市到伦岛市沿岸约50公里范围处 陆地面积就扩大约240公顷 报导引述广岛大学地理学副教授厚藤秀昭说法 厚藤秀昭表示 这类导致地形改变的大地震 几千年来在这一带已发生许多次 他认为这次能登半岛地震 已达该类地震的程度 除此之外 透过航空照片分析海啸灾区受灾状况 仅株洲市的进水面积就有130公顷以上 该区域有建筑物大范围倒塌 未来倒塌范围还有扩大的可能 另据共同社报导指出 根据空中观测 轮岛市沿海约有15公里范围 出现水下陆地抬升至水面的状况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个与地震有关的报道 在日本传说中 有种神秘的鱼类会通知人类地震即将来临 经过动物研究员多年的研究发现 神秘鱼其实就是生活在深海的黄带鱼 但令科学家不解的是 这种深海鱼为何每当有地震发生前 就会出现在浅滩呢 难道黄带鱼真的可以检测出地震的潜障 传说黄带鱼是海神宫的信使 它的出现往往意味着一场地震即将发生 此外 黄带鱼能够预言地震也有科学依据 这种鱼呢 居住在海底 所以对地震活动极为敏感 它们在震前会表现不正常 据报道呢 海地和智利大地震发生前 黄带鱼也出现过 近日呢 泰国有渔民在安达曼海捕获黄带鱼 消息在当地引起了恐慌 我也们报道 泰国渔民三日在安达曼海捕获黄带鱼 由于日本在元旦发生致命强震 此事立刻引起泰国西南海岸沙敦府居民注意 当地居民Boomerang惊恐表示 如果在沙敦附近步道黄带鱼 可能表示安达曼海岸会发生地震 还可能发生海啸 农业大学海洋生态学讲师 Thorne Samarone Navaswat则表示 当它浮出水面时 经常会发生地震 黄带鱼身体呈银色 体长可达7至8公尺 通常生活在200至500公尺的亚热带深海里 是现存最长的硬骨鱼 俗称为海龙王 河神 龙公使者 而关于地震与预测地震的实力 除了2010年海地大地震和1960年智利大地震外 还有很多 比如1932年黄带鱼现身日本的本州岛附近海岸 不久之后日本的东北部发生地震 2010年冬天 先后有20条左右的黄带鱼出现在日本本州岛的附近海岸 2011年的3月 日本本州岛发生9点零级特大地震 2013年 台湾居民在海边发现一条黄带鱼 并将它放回大海 但是两天后 这条鱼又出现在海滩上 不久这里发生地震 2015年5月底 马来西亚的热浪岛海滩出现一条黄带鱼 6月初 马来西亚沙巴州发生了6点零级地震 2019年 一条黄带鱼现身壁鲁一处海滩 三天后壁鲁发生8点零级地震 2020年2月12日 日本居民在海滩上发现一条黄带鱼 第二天这里就发生了7点零级地震 当然了 也有专家认为 地震鱼的出现是预示着要发生地震 是一种迷信 不过我们还是想和大家说 当地震与地震光 地震云 还有各种异象出现时 请大家小心防范为好 毕竟命是自己的 多做些准备总该不是坏事 特别是在中共国 你更要学会如何在各种灾难面前安然度过 也希望大家都能从我们的节目中找到避难的良方 好 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聊到这里 祝大家新的一年平平安安 生活幸福美满 我们下次见 现在将谈论可以当年安的心地震灵 有点可良诚 我们下次见 ���难 长 里面 在你 上面 atan 需要 都有� Flight 都是 时间